记者陈燕廷屏东报道,民间有一五二揣三面等等俗眼,来形容鱼肉口感及细嫩程度,不过,不同的版本之间,唯一相同的就是一五五载鱼几乎不会变,而台湾五载鱼的故乡在屏东,台湾有九成五载鱼外销,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屏东,其中又以方辽东海村落为主要养殖产区, 至少有140多公顷五载鱼温,今天东海社区举办特产推广会,让国人品尝在地新鲜又好吃的特殊鱼产,县长潘孟安还亲自颁发五载鱼的故乡牌匾。 屏东县养殖鱼业发展协会总干事陈又颖说,五载鱼养殖半斤就要出货,时间短成本高,虽然最近养殖鱼市价低迷,不过,五载鱼一只独秀,价格现在都在一台斤150上下。 五载鱼半斤条鱼,小家庭食用刚好,肉质细嫩,适合各种料理方式,腌制一叶干更是美味。 欢迎国人多多捧场国内优质鱼产,东海社区为推广国内五载鱼养殖成的的新鲜鱼产,养殖生产区朱伟黄永宝今天捐赠五载鱼公烹调入菜,在地关怀据点中央厨房精心烹调,让现场游客大快朵移,场面非常热闹。